记者政委其台北报导 台铁局去年10月3日起 于宜兰、罗东、新城、花莲、玉里 台东六站与公路总局合作 推广铁公路转乘优惠措施 为回馈搭乘大众运输旅客 台铁局将制作铁公路转乘优惠纪念卡 电子票证于2月9日上午9点起 在上述六站发放 当天只要是池汽站 是上述六车站 车票当张金额满200元以上 台铁局乘车票 不包含团体票、TRPASS、连运票、定期票及电子票证等 就可免费兑换该电子票证 但无法选择要悠有卡还是易卡通 目前东部六站转乘优惠 使用杯磁式车票及超商车票旅客 出站时只要拿电子票证 再转乘专用的过卡机过卡 使用电子票证旅客出站 则不必另外过卡 都能于六小时内转成当地国道客运或公路客运 享有全票基本里程21元 半票11元的免费优惠 转成市区客运则享有一段票免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